大甲区孟春里多处农路因为年久失修 造成路面不平 边坡挡土墙损坏 不仅农民进出不意 还发生过多起摔车意外 让地方事相当困扰 为此地方民带这天邀请相关单位到场来会刊 水利争取到420万元的经费 预计明年1月就能够改善完成 水利路面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破损痕迹 位在大甲区孟春里的多条农路 因为地处偏僻 道路长期没有整修 就出现了路面不平 边坡挡土墙的损坏 不仅农民进出不意 也发生了多起摔车意外 让地方事相当困扰 较窄也有 冠冠架架架架也有 暗时有一个摩山地 这乡的警察也好来 这三四十年来 对着这农路很难工作 很难工作 尤其交通都非常不方便 明代表示 由于去年就曾经争取经费 协助施作部分农路改善 但地方也希望能够持续将未整修的部分 再做改善 因此今年就顺利争取到420万元的经费 投入改善 预计施作总长度约为500公尺 譬如说有一些山地有到路面 有这个冠架 那也能够把这个高低 能够来帮助农民 包括做这个顺下坡 甚至是一些转弯处 能够抓涉一些护栏 能够让出入这个农路的农民 或者是这个我们的行车人比较安全 那下边坡的话 有掏空的部分 我们有做下边坡挡土墙 217公尺去防止它 就是后续掏刷造成路面掏 就是掏空或者是掏方这样 那左右两侧落差比较大的部分 有做那个快撞护栏 防止就是行车用人的安全 负责施作的农水水表示 这次工程除了路面改善外 也规划有设置上下边坡挡土墙 快撞护栏及防撞杆等项目 预计在明年1月管工 并配合农民的二期到座时间 分项目施工 以降低对地方的影响 这个是沐浩台中采访到